啊 过来啦 加油 打过 明天前出现一团火球 不断发出嗶嗶啵啵的爆炸声响 眼看火势随时都可能往外扩散 民众下了赶快退后 有的帮忙打119 消防人赶到赶紧洒水灌旧 而起火的是堆在路边的废弃家具 但不是自然而是有人纵的火 一两个东西啊 前17拍下一名红白外套男子骑机车经过 朝着废弃家具直接点了火后 起车离开 而这已经是他第三度放火了 事件发生在高雄大辽 37岁的陈信嫌犯 16号晚上分别在6点57分 7点39分跟7点48分三度纵火 而他都拿着打火机跟报纸 点燃废弃家具跟杂物 但就在7点48分这一次 火事烧得太旺了 不但波及到路边机车 还延烧到屋内的洗衣机 导致屋内有四男一女跑到顶楼一度受困 公称是因为看到路边有堆制杂物 觉得他们阻害交通 所以才要放火把那些东西烧掉 差点就闹出人命了 而嫌犯一个晚上三度纵火 竟然只是因为觉得路边堆放的杂物 会影响交通 才想说一把火烧了 但其实针对这种废弃家具 民众可以打电话跟环保局预约时间 就专人到府载运既方便又安全 TBS新闻 五小龙牛旋高雄报道 请支持T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